5.5的電線被人家轉開了 所以他沒有經過電錶 台電人員打開被破壞的電箱 果然發現電線被已花結木 台電人員拆除電錶進行搜證 近期天氣越來越熱 不少人想省錢更動台電線路 少繳了不少電費 路卡住 正常有在轉動 光是南投區域 一到三月就被偷了739萬的電 單單三月份就破500萬元 比去年同期成長116% 其中偷電大戶還跟缺水有關 台電說偷電的手法很多 但不論是四接電路 還是破壞電錶結構 製造比流器短路 只要一倍查貨 不僅要賠償台電損失 還可能面臨刑責 千萬不要以申訴法 除了我們會追償電費以外 還設有刑責 97起投電案件 有工廠 有住家 台電未遏止歪風 號召檢舉打人 更祭出獎勵辦法 民眾檢舉並查獲成案後 就可獲得台電追償金額的 一成獎金最高10萬元 提醒大家千萬別心存僥倖 記者總得詳詳許一聞李雲傑 南投報導 再次回應 封面 百分之 馬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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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上